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 欢迎回到我们会 今天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 MC003F 这款腹肌版本的DL-X晴天柱 那前脚呢 刚跟大家分享完大黄蜂 那变三的腹肌柱也来了 最近确实是好货扎堆出啊 那这一次我收到的这个样板呢 属实是很惊喜啊 加量不加价式的 把变三的所有配件呢 全部做出来 从变二的造型转换成变三的造型 属实是很惊艳 以往呢 这款产品呢 已经是被大家津津乐道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是两把冲锋枪 那这两把冲锋枪呢 和原版是一样的配置 同样呢 是银色和枪铁色的一个分色 外侧的这个金属蓝色呢 更加发紫 也是更符合变三设定里的大哥形象 两个常规脚掌啊 常规脚掌呢 已经完全给大家测试了 完全可以按到底 并且呢 紧实度也没有什么问题 两把能量刀 那相比较于B2版本呢 我觉得这两把能量刀呢 更加偏橘红色一点 稍微有一点热灼烧的那个效果 一个口罩脸啊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一次新增加的三个武器部分 整体呢 是以枪铁色呢 做一个底色 外侧的两个辅刃部分呢 做出了银色渐变 与手部结合的位置啊 是一个C型卡扣啊 可以调节适当的这个上下的距离 与手部进行一个握持 再来看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大枪部分啊 很多人可能第一眼会觉得 这款产品是不是在颜色方面 有些漏涂了 本身是不是有这个金属蓝色 如果你仔细去看变三电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次大枪呢 确实是做对了啊 我们常规看到的玩具上面的配色呢 都是这种带点金属蓝色和红色的一个涂装 实际上变三的整个涂装呢 是以枪铁色为主 上面呢 是有这种相应的火焰纹涂装 边上呢 有这种金色的点缀 那这款呢 也是给它做出来了 而且呢 做了一些烟熏的效果 在这边缘部分 枪头的部分呢 也是做了这种枪铁色的一个金属分色 手部的握持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手部呢 大枪是一个非常沉的 而手部的这个握持的紧直度呢 我觉得控制的是蛮适中的 整体的这个手部握持 都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枪的一个造型呢 简单也给各位来看一下 整个的这种管路的细节 包括亮色的处理和火焰纹的一个提升 如果细看之下呢 你会发现有一层银色的渐变 从这个位面呢 有一层银色的渐变薄薄 往深色做一个过渡 底部呢 还是有一个灯光按钮呢 我们出动一下的话 整个大枪呢 会有红色的LED光闪烁 这个整体的效果呢 我觉得控制的是蛮适中的 枪的这个握柄部分呢 是左右的这种双枪握柄 也是说两只手的部分呢 都可以使用 同样呢 也是给各位展示一下 刚才的这个武器部分 手部的卡扣呢 直接按插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正常 柱子 手持武器和盾牌的一个样式 好 再看这一遍的武器啊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大盾 这个大盾方面呢 这一次是做了一个枪铁色的处理 手轴的这个握把方面呢 做了多段式的握轴 外侧呢 做了一点点小阴影的涂装 整体的一个主色调呢 还是这个枪铁色 把手部分呢 可以有左右的一个角度倾斜 可以适当的根据手型呢 摆出一个向里向外的一个展示效果 那顺便呢 有请出上一期 我们分享的这个视频角色 SCE04的变三大黄蜂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比例 属实呢 大黄蜂做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大 但是DLX本身 它这个比例也不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两者呢 大家一起看一个大概就好 上手的第一质感呢 就是一个字的简 这也是我对这款产品的第一时间的一个评价 然后整个的身形方面呢 得益于这一次腹肌的一个心膜吧 我觉得这个肩部呢 好像有一点点被纵向的拉宽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身形方面来说呢 格外的好看 尤其这个小瘦腰的一个质感呢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面雕方面呢 我觉得分色呢相对成熟一些 不像之前边二的版本颜色那么黑 亮银色呢 确实是让细节的整体效果呢 观感上好上不少 那整个的金属发色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要比他家上一款边二版本的颜色呢 会更深一点 我觉得颜色更深一点的视觉效果会更好看 肩部的这个造型件呢 我也觉得相比较于之前的版本呢 会更加紧实 我们来看一下新规的部件 也就是这一次的腹肌版本 这次的腹肌版本呢 不光是有简单的这个腹肌 而且呢 它也是参与了整个产品的一个活动性 我们调整腹肌整体的效果呢 可以看到有一定的活动性 这一点是要给出好评的 腹肌本身的这种亮银色的部分呢 都是做了一点点顺线和自洗 整体的一体性会做得更好 骨架本身呢 就是合金部件 而且呢 外侧的轮廓呢 是这种枪铁色 做亮银色 加上微做旧的一个视觉效果呢 属实是好上不少 包括这个腹肌内侧的这个细节呢 大家也可以明显看到有这种旧化的效果 整体的这个视觉观感呢 会好上不少 腰部的两侧的造型件呢 适当做出一个避让 包括这个裙甲的部分 这个可动的方面呢 我就不给大家做展示了 毕竟是之前呢 已经是这个模具跟大家做过分享了 两侧的肩甲部分 这个位置 也比之前的版本呢 更加紧实了 低了起来 没有丝毫的晃动现象 主要是看这个手臂的外甲部分 这次也是还原了变三时期的 这种小的破碎式的外甲 B甲方面呢 也是做了一个新规的改模 外侧呢 有这种渐变色的火焰纹 真的视觉观感非常非常好 那也比之前的版本呢 更加紧实 根部是球形关节 每一指呢 有三段的活动关节啊 其实要算根部呢 就是四段的活动关节 紧实度控制的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中的 腰部呢 同样也是有这种下腰的关节 而且呢 左右的这个紧实度呢 从正面前面来看呢 紧实度控制都是比较良好 然后容易松动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腹肌的小组件 可能是我样板件的一个原因 这个地方呢 多少还是有点没粘牢 这个问题不大 给它粘死就行 它是一个锁死的一个造型件 腹部呢 你也可以做一个适当调整 往前往下都可以啊 这一次腿部的一个紧实度呢 又得以加强 大家可以看到 使劲摆动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比较担心的 这个跨部松紧的这个问题啊 也是得到了适当的修正 包括这个大腿部分 小腿的部分 这个脚掌部分呢 我觉得这一次都没有什么问题 整体的这个红色部分呢 发色也是非常好看啊 金属色的这个发色的红色 非常有这种尾电度的质感 后背呢 简单也给各位看一下 我觉得和出版的版本啊 没什么不同 如果看唯一的区别啊 可能就是B甲的这个分布呢 略微是有一些不同的 整体的这个紧实度呢 都是控制的非常适中 甚至呢 我个人觉得这款产品呢 要比之前分享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MC修复版本 青天柱呢 控制的还要紧实 所以呢 整体的产品呢 做工 呃用料来说呢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呢 给了那么多配件 可谓是加量不加价的一个产品 整体的玩具效果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点评到这里 目前来看的话 三零没有出这个腹肌版本 那MC家把这个腹肌版本 和武器的配件包全部出了 而且呢 也是附带了边二的 这个常规的武器 确实啊 还是很有性价比的一款 而且之前对他家修复版的评价就很高 那这一次的产品呢 我觉得依旧啊 做工和用料啊 都是非常扎实 而且整体的效果 也是做得非常棒 那今天的视频啊 我们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